好消息啊 价格大跳水 1月份我入手的反映S660 现在已经降价到499元了 2TB 太值了 所以今天我们来给我们的Mac mini 升级一下它的硬盘 我们选过的是阿卡西斯的TBU405的硬盘 和S660的固坛硬盘 40Gbps TBU405 一抽就出来了 一根雷电4接口的数据线 可以看到闪电的标识还有4 等于说就是一根全兼容的数据线 还送了一把螺丝刀 还有螺丝一包 还有导热硅胶 用户手册 合格证 好了 这是它的本体啦 整体非常的小巧 采用的是铝合金的机身 使用的是和苹果一样的 喷沙阳激氧化工艺 我选的这款是灰色的 质感非常的不错 正面侧面还有背面 都有大门级的散热鳍片 这样的好处是可以提高 硬盘的散热效果 硬盘接口是40GPS的带宽 下面是TBU405的全家幅 好了 我们用它附送螺丝刀 然后拆开后面4颗螺丝 OK 我们看一下 可以看到阿卡西斯内部电路设计 还是非常的工整的 整体做工非常不错 内部空间也比较宽敞 无论是放单面还是双面 克力的固态硬盘了 都可以放得下 我们把主板拆了 看它使用的是什么主控 我们可以看到它采用的是英特尔 GHL7440加RTL9210B双主控芯片的方案 那这个方案的最大优势就是低功耗 发热量低高性能 针对于MacOS Windows还有Linux都有很好的兼容性 好了 我们给它装回去吧 我们把这块反响的S66002TB的硬盘 给它插上去 测试一下它的效果 金手指对准卡孔位置 插入 听到咔它一声 然后吸起来我们的小螺丝 固定一下 OK这样的话就完美了 这里为了更好的散热了 我们可以把它送的导热硅胶 我们粘贴一下这样方便它更好的散热 OK这样再把我们的外壳上上 5mm螺丝刀把它拧紧 这样我们就组装完毕了 现在我们用Mac mini 2测一下这块硬盘速度 到底是多快 我们打开测速软件 走你 我们可以看到写入速度是2725MB每秒 读取速度是2432MB每秒 一般情况下是读取的速度要比写入的速度快的 可能和我两天的硬盘存储了1.43T的数据有关 我们再对比一下苹果mini和阿卡西斯加S60的组合 可以看到阿卡西斯硬盘和这边的数据比苹果mini原装盘 它的读写速度都要快 将近快到两倍 经过一个小时的剪辑了 我们测一下这个硬盘 现在它的工作温度是多少 目前室内温度是20.3度 好了 我们测一下它的温度 34.3度 哇靠 这温度也太低了吧 那又经过一个半小时 我们再测一下它现在的温度是多少 还是34.3度 这温控做的也太好了吧 通过以上测试了 大家可以看出来阿卡西斯这盘硬盘盒了 搭配我们的这个反响S6602TB的固态硬盘了 它的表现真的非常之出色啊 无论是它的这个读写取速度 还是它这个温控表现都非常的nice 那最重要的是呢 你可以把macOS系统直接装到我们的移动硬盘里 这样的话我们的硬盘就不限速了 而且只有官方六分之一的价格 只需要一千多块钱 你可以省下五千多块钱干点别的不好吗 好了最后如果你想无损扩容你的这个mac电脑了 也可以考虑一下我这个方案 别忘了点赞关注分享评论 我是你男朋友的哥子 我们下期节目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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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